日理政长龚文俊选举期间 他送伤残猪头被控汇选遭到停职 他丧诉喊冤 强调养猪40年长期都会把不值钱的伤残病弱猪给送人 不是买票 今年初他打赢了民事二审之后 在刑事部分也判他无罪 案件双双逆转 龚文俊在6月3号星期一复职不达交接 在花莲县政府自治行政科长 简右绢尖交下6月3号御理政公所二楼会议室办理 御理政长不值不达交接典礼 并在各村里长御理政的名代表 部落事务组长以及公所团队伙伴们见证下 圆满顺利完成交接 我相信 我们正在我们御理政长的拱政长的代理下 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代表 这么多的里长 这么多的同步一起会支持我们龚镇长 那我们御理政的任务一定会更昌龙更好 从事养猪事业40年的龚文俊 利用往事的方式打造健康株肢的养殖环境 从养猪达人之后进军政坛 当上御理政政长 2022年再次角株连任成功 但是选举的期间放上与原名友人的同框合照 展现高人气 不过却被曝出行贿 得来不易的镇长宝座 在2023年8月就惨遭停职 那么 很坚持的 我没换错为什么要认罪些什么 所以我非常感谢二省的法官 不管是民事行事 非常有作为 能够认识用法 很正确 让我们还我们公道 公文俊被职与利用猪汁和酒水行贿部落其佬 一省民事判当选无效 刑事则被判五年齿多公权六年 他上诉喊冤为了避免浪费 长期会将没有价值的伤残病弱猪送人 不是为了买票 二省民事法官认为 去除退换肉剩余的肉品是产生价值 不算有价证理判公文俊无罪 刑事部分也在这个月获判无罪 民行双双逆转 公文俊也复局 而花莲地检署回应 将等到二省收到判决后 再讨论是否上诉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